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有很大一部分人 嗓子哑了,感觉好像是有东西糊在里面 吐也吐不出来,即在喉咙这一块了 如果有这种痰结的表现 我们可以讲未经上的风龙穴 风龙被誉为化痰奇穴 它既可以化有形之痰,也可以化无形之痰 比如说上霉合器一样 常常点油风龙穴也是很有帮助的 古人说痰多一向风龙穴 所以风龙历来就被分为我们人体自带的去痰之宝 但凡与痰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风龙穴调养 风龙穴在小腿前外这 我们先搅到外崴尖 然后往向量8寸 这里是3寸 定一定 6寸 2寸 到这里就是8寸 然后距离筋骨前缘1.5寸 两个手指 在这里 然后呢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仔细的点按 点按到压痛点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风龙穴 就在这里 脚到位置 用拇指 消消用力的 保持适度的压痛感 左右穴 各点油5分钟 风龙穴还是胃筋的落穴 连落脾筋 所以风龙穴能调养脾胃 两大脏腹 有规律的点油 有很好的去湿去弹的作用 如果你弹多 时期又重 要多用风龙穴 每日3次 每次5分钟 大家可以试试 好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